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可以变白的小微 大家一起来向美颜天团学习 显白妙招吧 老师好 我叫小微 我一直有一个困惑 其实我小时候明明挺白的 但是这几年呢 皮肤变得非常的暗沉 又黄又黑 平常在挑衣服的时候呢 颜色也非常的难选 希望老师可以给我一些建议 帮我解决这个难题 谢谢 掌知识学院美颜系 特有美妆风向师 文三 美如小教主 琪琪卡 穿搭闺蜜桃 罗美丽 组成超美丽造星导师天团 成熟美丽感造魔法 他们就是你 超提心的美丽守护者 也是无所不能的美颜魔法师 人间业界多年丰富经验 带你成就 生活中的美颜梦想 你的美好 我们打造 本期有美颜天团的 罗美丽老师 来为大家实现梦想 让我们有请 穿搭闺蜜桃 罗美丽老师 其实呢 我相信每一个女生 在内心深处 都希望自己可以更白一些 因为美白呢 是我们毕生的功课 一白遮百丑 那其实 如果说我们挑对了 适合我们肤色的 显白的衣服的话 也可以立即 把我们从一个小黄人 变成了小白人 不幸的话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 颜色测试 好 那我这边呢 也准备了一些 相同质地 同样款式 都是T恤款的衣服 但不同的颜色 那我们下面就有请小薇 把你的小手臂 内侧的位置露出来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看哦 不同的颜色 衬托在我们的肤色 会有怎样 不同的变化呢 美粉色 美粉色 浅粉色 香玉籽 白色 宝蓝色 淡红色 你们看 最后这个绿色 是不是衬托的 小薇的肤色 非常的白皙 是不是 真的好白 对啊 所以啊 由此可见 颜色对于我们的肤色来说呢 真的是可以有一个 比较大的影响作用 可以让你变白 又或者是让你更显黑哦 那所以我们在 衣服颜色的选择上 就要尤为慎重了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 挑到合适我们肤色 能提亮我们肤色 让我们显白的 衣服颜色呢 小薇知道吗 嗯 其实我有听说过 冷皮跟暖皮 但是我不知道 该怎么去区分它 是的 其实我们的肤色呢 有分为冷暖 那在这边 美丽老师就给大家一个 四字口诀 只要记住这四个字 我们就可以轻松判断 咱们的肤色属于冷皮 还是暖皮 就是穿金带银 我相信大家的家里 肯定都会有一些金饰品 或者是银饰品 那这个时候 不妨都可以拿出来 那接下来呢 我就在小薇的手上 来进行一个测试 咱们在右手这边 带一条金色的手链 然后在左手这边 带一条银色的手链 好 那另外我们再加上 戒指好了 一整套 大家觉得是金色 比较适合小薇的肤色 还是银色 比较适合小薇的肤色呢 我觉得银色 好像更好看一些 是的 我个人的判断 也是这样的 那如果说 你在佩戴金银饰品的时候 发现银色更适合你 那么你就是冷皮的 那如果说你发现金色 更适合你的话呢 那你就是属于暖皮的 那从我们这一次的一个 肤色小测试当中 我们的小薇呢 就是属于一个冷皮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拿两件 适合小薇 也就是我们的冷皮肤色的 衣服颜色 给大家看一看 好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哦 对比我们小薇身上的 这一件橙色 这个紫色 是不是更加的显白一点 还有蓝色 也是不错的 显白选择方案哦 那另外如果说 我们的冷皮 选择了黄色 或者是红色的话呢 就会不太好的效果了 这个黄色一上升 是不是有种土土的感觉 同时这个红色也是 会显得我们小薇的肤色呢 非常的暗淡 所以冷皮呢 相对比较合适的 显白的颜色 就是紫色 绿色 还有蓝色 那不太适合的颜色呢 我们尽量要规避 黄色还有红色哦 那如果说 屏幕前的各位 在测试完自己的肤色 是属于暖皮以后的话 是红色 粉色 黄色和蓝色 那这几种颜色呢 都是比较适合 我们的暖皮的 那另外像是 藏蓝色的话呢 其实对于我们的暖皮 就不太友好了 因为这个颜色 会让你的肤色 有点暗沉 发暗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尽量 规避 放蓝色 那我们如果说 想要有更加 万能的颜色 冷皮 暖皮 都可以穿的话呢 我们就建议 大家可以选白色 你看 小微呢 她是一个冷皮 但穿上了白色以后呢 就像有一个 反光板 再给她打光一样 地级我们的肤色 就可以提亮几个度了 所以白色是适用于 我们的冷皮 暖皮 都很适合穿的哦 但是老师 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 这个橙色 而且平常有一些 不太 像适合我的颜色 我也很喜欢穿 那要怎么办呢 是的 其实每一年呢 都会有不同的流行颜色 那如果说 我们也想要追赶一下 时尚潮流 又或者说 我们真的有 情有独钟的颜色 可是那个颜色呢 又不是那么能 凸显我们的肤色 怎么办呢 是完全不能穿呢 也不是的 只要我们避免像小微 现在身上大面积的出现 这个色块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要避免 这个连衣裙 又或者是大外套 套在我们的身上 大面积的一个色块的集聚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远离 我们的脸部一点点 比如说把这个颜色 下移到我们的下半身 又或者是我们在包包的装饰 鞋子的装点上 来进行这个颜色的运用 就可以很好地避免 这个颜色不衬托 我们肤色这件事情了 我给大家来看一看 如果说现在 我把适用于小微肤色的白色 更靠近我们的脸部 然后我们的橙色 作为下半身的一个点缀 这样子是不是 也不影响小微的肤色 反而也是提亮了它的肤色 但是又可以用上 它喜欢的橙色 是不是一举双雕呢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显白穿搭的小技巧呢 其实就是我们要 先判断我们自己属于 什么样的肤色 冷皮还是暖皮 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们对于颜色的感知呢 就要多试多穿多感受 那感受多了 经验积累多了 自然就可以找到 适合我们 显白肤色的这样的一个衣服 那今天小微 我相信你也找到了 能让你显白的颜色 那接下来呢 小微就可以去挑一套 能让你变得更白的衣服好不好 那同时屏幕前的各位呢 也可以运用我们今天 所学到的小技巧 去遇见更白的自己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KAO